我叫王峰 是个送外卖的 重生后装病骗了富婆了一千万 又在朋友介绍下做起了保安 没想到被我骗的富婆就住着 完了要被抓包 再现急 这事 重生了 王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身穿外卖服 骑着电动车行驶在路上 低头扫了一眼手机上的订单 前世没有送出去的那单螺丝粉 前世他在送这单外卖的路上 见义勇为救下一个被绑匪绑架的小女孩 导致终生瘫痪 妻子是个十八线小明星 一直看不起王峰 因为王峰对他百亿百顺 一天外打三分工 工资卡全部上交 家里又拿出天价彩礼这才嫁给他 王峰瘫痪后 妻子想也没想就要离婚 谁知小女孩的母亲 竟是一位身家上亿的女富豪 免除了医院费 还给了王峰一千万作为赔偿 妻子为了得到这一千万 重新回到他身边 虚情假意照顾了他一段时间后 放火烧死他远在乡下的父母 伪造一场车祸撞死他 临死前 妻子信略地告诉他 王峰 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小元不是你亲生的 他的亲生父亲是江浩 我们会拿着这一千万 过上幸福的生活 江浩 妻子的男助理 跟了妻子多年 他被戴绿帽不说 还帮这两个人养了这么长时间的儿子 王峰含恨而死 再睁眼 王峰惊奇地发现自己重生了 还是那单外卖 还是同样的时间和地点 王峰攥紧电动车吧 目光灼灼 老天爷让我重生在这里 是要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吗 这时 手机传出导航声 左转 进入天府路 王峰按照导航 拐进路口 一个手拿棒棒糖 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出现在王峰视线里 在小女孩的身后 还跟着两个戴着口罩 鬼鬼祟祟的男人 这两人就是绑匪 身上都藏了刀子 王峰眼神恐惧 嘴里骂道 他妈的 这也来得太快了了吧 我还没准备好呢 要不 就当没看见 那可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图 上辈子 就是因为多管闲事 自己才变成瘫痪 王峰看着小女孩脸上 天真烂漫的笑容 清澈明亮的眼神 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负罪胆 难道这辈子 他要袖手旁观吗 这时 其中一个绑匪 突然拦在小女孩前面 挡住他的去路 另一个绑匪 从怀里取出了一块毛巾 准备从后面 捂住小女孩的口鼻 将他迷晕 千军一发之际 王峰还是选择了救人 上辈子 他为了不伤这小电驴 光人肉莽上去 最后虽然成功救了小女孩 却落了个瘫痪 家破人亡的下场 这次他已经看透 自己才是一切的根本 王峰骑着小电驴猛冲过去 吓得两个绑匪 驴打滚菜躲开 两绑匪气急败坏 可迎面而来的是 王峰铺天盖地的外卖打击 堂堂水水 伴着饭菜 浇了两人满身 巧得是里面还有臭豆腐和螺蛳粉 不仅烫 还又辣又臭 两人狼狈 苦不堪言 汪峰乘机抱着小女孩就跑 同时大喊 有人贩子 在围观者的帮助下 总算是躲过了危机 安全后 汪峰这才有机会看看上辈子的小财星 这一看把她吓了一跳 小女孩脸上有一条醒目的血痕 皮肉都有些往外翻 前世 小女孩毫发无伤 这辈子 小女孩受伤了 而且明显要留疤 她妈妈不会不给钱吧 她是善心救了女孩不错 但这并没法改变 她依旧是个穷逼小屁民的事实 更不能当饭吃 而且重生知道了妻子的背叛和心狠 她是不可能再将就的 但想翻身 必须得有钱 短短几秒的思想斗争 汪峰心意横 管她死马活马 先去医院医了再说 到医院汪峰给小女孩挂号 再和医生说了自己被绑匪爆锤的事 因为上辈子亲身经历 整个过程被她描绘得有声有色 再加上她每天熬夜送外卖 比路边流浪狗都还虚的身体 还有瘫痪后在病床躺倒死的经验 一目要死的样子 还真将医生给猛了过去 判定结果虽无明显外伤 但极有可能伤了躯干神经 会全身瘫痪 随后医生给她安排了一系列治疗到康复的疗程 一个月二十万 一共一年 还和气地和汪峰说 如果感觉效果不好 可以再需一年 贤贵还可以冲个VIP打折 一时间汪峰都不知道是谁骗谁了 但想了想 汪峰决定还是还是就先这样 正好借此和给她戴绿帽的妻子离了 至于小女孩妈妈那边就听天由命了 反正她对得起阳心 汪峰给妻子刘宇宁打电话 说了自己情况 就学着上辈子经验有模有样 躺并床上慢慢等候 很快刘宇宁带着儿子就赶到医院 脸上看不到任何担心向路边的泼妇 王峰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一个送外卖的 逞什么英雄 那俩劫匪怎么没把你捅死呢 儿子小元见到王峰后 丝毫不在乎他的伤势 抱着个手机 恨不得钻进去 王峰心里自然不舒服 但还是装作愧疚地说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和儿子 我该死 我该死 可是我不能死啊 我死了 谁来照顾你们啊 医生说我需要二十万的手术费 刘宇宁一听要二十万直接挤眼了 二十万 你也不撒泼尿照照你自己 你这二十万吗 你这次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去救人 你有老婆 有孩子 那是你该干的事情吗 一点责任也不付 家里的钱还要留给小元上学用吗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赶紧让你那两个老不死的爹娘进城 你死了 我可不会帮你收拾 刘宇宁一顿臭骂 表明汪峰别想用家里一分钱后甩身就要走人 哪怕前世 汪峰经历过这一流程 还是感觉心寒 一个女人怎么能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 结婚的时候 刘宇宁要了八十八万八的天价彩礼 结婚后 汪峰工资卡上交 一天打三份工养活他和孩子 然而刘宇宁却给他戴绿帽 让他给他和男助理养儿子 去年他妈生病 来城里看病 不光医药吃住全是汪峰垫覆 住院的半年也一直是他忙前忙后的照顾 反倒是刘宇宁这个当女儿的 确实只开头路一面就不见半个人影 还催汪峰要是再赚不到钱 他就去偷男人 现在回过头看 这哪是威胁 分明就是已经偷上了 还要立个牌坊 我们离婚吧 病床上 汪峰前所未有的轻松 刘宇宁震惊惊不已 王峰 你要跟我离婚 王峰满面愧疚 宇宁 我不配做你的老公 更不配做小元的爸爸 刘宇宁明白了王峰的意思 以为王峰是害怕拖累自己和儿子 才要和自己离婚 看来王峰是真废了 既然如此 那就离吧 行 也该离婚了 曾经我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 你根本就没记在心上 这次你不可原谅 刘宇宁诗字大张口 离婚后 小元归我 车和房过户给我 第三章三 王峰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刘宇宁胃口这么大 要把房子和车子都吃掉 不过瞬间 他又想通了 他就是这么贪婪的一个人 前世他为了独吞那一千万 设计车祸撞死自己也就罢了 还把自己父母撞死 房子和车子 加起来也就值个百十来万 他不想再因为这些钱 跟刘宇宁勾心斗角 既然断 那就断得干净 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往来 刘宇宁见他不说话 还以为是不愿意给 火冒三丈 什么意思 不想给试骂 一边玩手机的小元 也等着有些不耐烦了 王峰 你这个废物 以后都赚不到钱了 就不要浪费我妈妈的时间了 我妈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王峰听到小元的话后 不禁有些心寒 毕竟养了他八年 还是有点感情在的 但是现在看来 他确实没把自己当过爸爸 他骂自己废物时那么熟练 想来背地里 江浩和刘宇宁已经跟他通过气了 王峰着急地说 没有没有 我爱你 我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你 我知道我废了 我以后没法赚钱了 离婚之后 我也办法承担小元的抚养费 这套车房是我所有的财产 我都留给小元 这算是我对他的补偿 刘宇宁没想到王峰这么好说话 他还以为要和王峰大吵一架 然后打官司的 真是个卑微的舔狗啊 刘宇宁心里骂了一句 想要以后王峰可能会来探望儿子 会有一些麻烦事 他冷冷地说 行吧 车和房都给我 我就吃点亏 以后你也不用给小元生活费了 不过有个前提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小元的生活 我看见你来气 小元附和 王峰 我最讨厌你了 看见你就恶心 以后不要来看我 王峰心里乐开了花 他正犯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没想到对方先给他解决了 王峰装作一副痛心的样子后 做出决定 行 就按你们说的来 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不配做小元的父亲 以后不配去看望小元 刘宇宁给助理江浩打电话 拟了一份离婚协议 然后在医院打印好后 让王峰签了字 王峰 咱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和我小元 刘宇宁冷冰冰警告王峰一句 带着小元离开了病房 这时 王峰耳旁传来一声感慨声 哎 现在这世道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吗 这男人都活成什么样子了 老婆不疼 儿子不爱 说话的是王峰同病房的一个病友 六十多岁 看上去还挺精神的 老头见他不说话 就更好奇了 疑惑地问他 小伙子 我看你老婆和孩子根本就不爱你啊 你干嘛把车子房子都给他们 你以后不生活了 王峰是重生回来的 当然不能把小女孩父母 会给自己一千万的时候告诉这个老头 他思考之后 故作豁达地说 大爷 实话告诉你 我前妻这些年一直在给我戴绿帽 那儿子都不是我亲生的 老头听得目瞪口呆 为他抱不平道 孩子都不是你亲生的 就更不能给了 你怎么不跟他们闹啊 王峰摇了摇头 苦笑道 不闹了 我的心已经被他们伤透了 既然已经打算离婚 我不想再因为这点钱跟他们纠缠 再怎么说 也夫妻多年 没有勤奋也有缘分 我不想到最后闹得那么难看 老头叹息一声 摇头道 话虽如此 你这受了重伤 没了车房 以后怎么生活啊 王峰爽朗一笑 眼含斗志 不过一套车房罢了 我还活不下去了不成 我现在确实受了伤 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 只要心里还有斗志 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不错 人可以失败 绝不可以被打败 你还年轻 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老头看向王峰露出欣赏的神情 王峰脸色一变 老头笑眯眯地盯着王峰 上下打量 王峰被看到发毛 这老头想干什么 老头笑呵呵地说 小伙子 我看你人不错 我不久前刚死了儿子 你想不想做我的干儿子 王峰听后傻眼了 心里憋火 感情是死了儿子 看自己人品好 过得又惨 想让自己给他当干儿子 养老 这老头 算盘打得可真好 王峰连忙拒绝 大眼 使不得 我刚刚不过是在吹牛逼罢了 我就是个寻常小老百姓 这次伤得这么严重 以后能不能养活自己还两说呢 王峰话外的意思 就是自己养活不了你 认你了当了干爹 搞不好还得花你的钱 老头看出王峰在害怕什么 笑道 小伙子 我养老金有的是 我不用你养活 认你做干儿子 主要是想让你照顾一下 我儿子留下的那对母女 我小孙女今年才七岁 可爱着呢 而媳妇也漂亮 还能干 嘿嘿 你要是肯照顾他们 我的养老金都给你 还好有这种好事 养老金全给 老婆也有了 还能有个女儿 王峰听后非常心动 但很快就恢复了理智 说得好听 认这老头当干爹 接手他儿子的亲女 和入赘没什么区别 既然离下的日子能好过 还不得给老头一家当牛做马 王峰拒绝 不行不行 不合适 大爷 我好不容易离婚了 想一个人过段时间清静日子 老头见王峰态度坚决 加大筹码 这样吧 除了养老金外 再给你拿点棺材本出来 行不行 王峰还是拒绝 这时 一个医生走了进来 要给老头换到 立爱批病房去 老头正劝的起劲呢 不想换 医生和护士劝他 老人家 我们也是打工的 不要让我们为难 老头还是不肯 最后还是一个护士聪明 对他说 您儿媳妇 把钱都给您交了 你不要不住 钱可退不了啊 什么狗屁规定 交了钱还不心退 老头露出吝啬的表情 最后无奈妥协 我那儿媳妇可真是的 一天天的乱花钱 换什么病房啊 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老头走之前 对王峰说 小伙子 你再考虑考虑 到时候来找你串门啊 王峰望着他的背影 这老头还真有意思 不过任他当干爹 还是算了 守财奴可不好伺候 此时 医院门口 一辆最新款红色 马沙拉蒂跑车停下 车门打开 一条雪白亮眼的大长腿 从车上垮出 是一个身穿红色长裙 容色绝美 打扮金贵干练的女人 与人正是王峰 所救小女孩的妈妈 张氏集团总裁 林雪嫣 林雪嫣身材气质长相都极为出众 一出场 便惊艳众人 不少男人眼睛都看直了 刘雨宁带着儿子小圆 从医院大门口出来 看到林雪嫣后 瞬间露出了极度的表情 她混了多年娱乐圈 见惯了女人出卖身体 换来阶级提升 心里骂道 不过就是个高端的鸡罢了 又什么好看的 这种女人来医院 不是挂妇科 就是挂钢肠科 刘雨宁拉着儿子小圆的胳背 教育道 小圆 以后遇到这种女人 离得远点 他们身上脏 林雪嫣听到刘雨宁的话后 淡淡地瞥了一眼 便走进了医院大楼 刘雨宁心里很气 反复回味林雪嫣的眼神 感觉对方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自信又强大 好像看楼一样 真扫兴 遇到这种女人 刘雨宁骂骂咧咧了一路 林雪嫣进入医院后 第一时间找到女儿 看过女儿脸上伤势 庆幸医院没有给女儿缝针 她有朋友开了一家 专门做创伤修复的私人诊所 把女儿带到朋友那里 或许不用留吧 虽然着急带林雪嫣去看医生 但还是决定看望一下 救了自己女儿的王丰 请问王丰王先生在这个病房吗 王丰躺在病床上 听到外面清冷忧郁耳的声音 便知道是上辈子那个女老板 来看自己了 请进 林雪嫣带着女儿走进病房 林雪嫣长相极美 一身红裙非常惊艳 出现在这种医院的普通病房 宛如仙子下凡 前世 王丰躺在病房里等死 父母愁不到钱哭得肝肠寸断 林雪嫣如同就是主班出现 给了她一千万 给了她生的希望 帮她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她直到现在对林雪嫣都记忆犹新 不过 此刻她只能装作不认识林雪嫣 语气虚弱 表情惊讶又呆愣地说 你 你是 这时 林雪嫣后面钻出来一个小脑袋 是王丰救的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骄傲地看向林雪嫣 对王丰介绍道 王叔叔 这是我妈妈 她带我来感谢你 王丰装作有气无力 哦 是这样啊 王丰看向林雪嫣 后者微笑着看向她 王先生 非常感谢您救了我的女儿 如果是普通人家的父母 见到孩子的救命恩人一定会很激动 而林雪嫣这样身家过亿的富豪 则表现得非常稳重 前世 王丰快要死了 林雪嫣是看她一家可怜 直接给了一千万 这一世 独自面对林雪嫣 压力山大 她提前想好了两套说辞 第一套是对林雪嫣女儿脸上的伤势感到自责 给林雪嫣好感 第二套则是卖惨 博取林雪嫣同情 有点类似于道德绑架 她想了想 还是打算用第二套 第一套太假了 而第二套是王丰前世 救了她女儿后真实的心态 王丰点头后 继续保持虚弱无力的模样 带有一些情绪的说 嘴上的感激就算了 说实话 我有点后悔 就你女儿了 我就是个送外卖的 这次受这么严重的伤 以后恐怕都干不了体力活了 我老婆因为这个事 跟我离婚了 我父母在老家 第三下四的跟亲戚们借钱 我看你挺有钱的 你要是能给我把医药费掏了 我可以跪下来谢你 林雪嫣盯着看了王丰好几秒 点了点头 她刚进病房的时候 就感觉到有那里奇怪 或许是女人的低溜感 或许是多年识人的经验 听到王丰的这一番诉苦和抱怨后 心里舒服多了 林雪嫣对王丰说 王先生 您别激动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您救了我的女儿 医药费全部算到我身上 王丰装作质疑 真的 林雪嫣当场给医院领导 打了一个电话 要医院照料好王丰 医药费她出 她着急带女儿去看医生 也不想在王丰身上浪费时间 从包里取出一张银行卡 除了医药费之外 这是我对您的补偿 王丰看到那张银行卡后 心里激动坏了 就是这张银行卡 一千万啊 王丰假装推脱了一下 庄作不知道那里面是一千万 收下了卡 林雪嫣带着女儿离开后 王丰一脚蹬开被子 激动地从床上跳起来 草 这一千万终于到手了 老子她妈以后是千万富翁了 爽 王丰害怕林雪嫣来看望自己 找不到自己的人 没有直接出院 为了圆谎 她还把父母喊过来 照顾了自己几天 等到出院那天 她才意识到自己真是想多了 她只是救了林雪嫣女儿而已 林雪嫣也给了一千万作为回报 她们已经两清了 一个拥有一万身家的女老板 怎么会在意自己一个小人物呢 虽然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 但身体确实激昂好了 王丰站在医院门前 看着路上来往的车流和人群 感慨道 以后我应该干什么呢 曾经王丰为了赚钱 养前妻和情夫生的儿子 凌晨给水果店送货 白天送外卖 晚上干代价 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用上 现在王丰和前妻离婚了 手里捏着林雪嫣给自己的那一千万 一年最少有三十万的利息 平均到一个月就是两万多 父母现在也才五十多岁 住在农村 还种着地 一个月给他们打一千都花不完 就算把父母接到城里来 他也养得起 王丰现在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了 后半辈子只要不做生意 不沾黄堵毒 他就能一直吃香的喝辣的 躺平一辈子 王丰这个月一直在思考 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过 要再娶个媳妇 开启新的生活吗 前妻刘雨宁把他伤怕了 他现在还有心理阴影 父母也比较开明 不着急让他找 让他看缘分 只是吃喝玩乐 人生又太没有意思了 王丰对未来没有个具体规划 不过短期的规划还是有的 半个小时后 王丰花四十万全款提了一辆奔驰翼300 这是他的梦中情车 他开着车在城里饶了好几圈 爽爆了 第二天 王丰按揭两百万 买了一套两层小洋楼 这小洋楼上下280平 带院子 带阳台 可比之前分给前妻那套两室一厅好太多了 之前 前妻都是跟他分房睡 儿子小元又占了一间 他只能挤客厅 现在他想睡哪儿睡哪儿 就是睡屋顶上 前妻也管不着 一个星期后 王丰把父母接进了城 前妻嫌弃他们父母 之前他妈生病 他让他妈住酒店 哪怕是回老家 他都要把他父母逼到老宅去 他都已经好久没陪父母住过了 现在他要让二老享福 一个月后 王丰开着奔驰带父母去省外旅游 父母在农村待了一辈子 还出过一趟远门 他自从结婚后 就被前妻束缚住 一天打三分工 自然也没有出去的机会 现在有钱了 他要带着父母领略大好河山 三个月后 小洋楼里只剩下王丰一个人 满院落叶 车库里的奔驰都落上了灰 王丰嘴里叼着一根烟 打着王者农药 这日子过得是真他妈无聊啊 提车的那几天 王丰是快乐的 但是后面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 王丰把父母接进城里后 确实让他们想了几天福 可是他们在城里面实在闲不住 吵着闹着要回家 王丰为了哄他们 带他们去旅游 刚开始旅游挺有意思的 一个月后感觉又累又无聊 走马观花的拍照 大同小异的小吃街 和数不尽的人头 结束旅程后 王丰父母在城里住了没几天 就以家里的地 不能没人重为理由回了老家 在这之后 王丰就是一个宅在家里面 吃饭 睡觉 打游戏 他性格那向 也没什么朋友 不像别人似的 晚上还有个酒居 这几天 王丰宅在家里 都快郁闷死了 这时 王丰的电话响了 干啥呢 儿子 父亲用方言问王丰 王丰说 在家呢 家里忙不忙啊 不要你跟我妈再来我这玩两天 有什么好玩的 我和你妈在城里待不习惯 父亲跟王丰拉了一会儿家常 聊到王丰舅舅家的表哥 在上海花五百万买了一套房子 开始劝导自己 小丰啊 你别觉得八百万多 要是在大城市也就买两套房子 王丰买了车房 吃喝玩乐 带父母旅游又花了不少钱 现在存款还剩八百多万 王丰笑道 我不在大城市买房不就得了 而且我都买了房了 还要房子干什么 父亲苦口婆心 这不是买房不买房的问题 是你以后干什么的问题 你是有钱了 但你不能混日子知道吗 老话的说的好 坐吃山空 有再多的钱也要让你拜完 一旁的母亲也劝王丰 对啊 儿子 你说说你 你不结婚 你得找个活干啊 人如果闲得时间长了 会闲出来毛病的 自从拿到那一千万 父母没少给他做思想工作 以前他都是一个耳朵进 另一个耳朵出 现在他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一千万很多 但是后来看到银行卡余额从一千万整 变成九百万 从九百变成八百万 发现余额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就有点慌了 富人拿到一千万后 想的是怎么用这一千万赚钱 雪球会越滚越大 穷人大多想的是怎么享受和躺平 他们控制不住欲望 除了吃力稀外 没有其他进涨 财富会越来越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中了彩票的人 风光一震 又败光家产 王丰也觉得自己应该克制欲望 找个事情去做 那你们说我应该去干什么 我一没学历 二没技术 三不懂做生意 要不我还去送外卖算了 父母二人都不同意 不行 送外卖 太丢人了 你以前每天在路上跑 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 王丰父亲笑呵呵地说 儿子 我给你找了份好工作 王丰狐疑 什么工作 王丰父亲骄傲地说 我有个拜把子弟兄 在市里面一个别墅区 给人家当物业经理 王丰不愿意 你要我干物业 钱少是多 不去不去 王丰父亲笑道 不是物业 人家那边物业都是大学生 你还当不上呢 现在还缺个保安 到别墅区当保安 王丰之前去给别墅区送过外卖 在别墅区当保安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不用风吹日晒 在保安厅里玩手机 每天给业主开个门 在别墅区里寻寻逻 就有钱拿 而且别墅区里 白富美小三特别多 到了夏天 天天能看见大长腿 这可是香波波 没点关系很难进去 王丰问 一个月开多少 别人都是八千 你要去的话给你开八千五 关键还包持包住 一个月还有四天调休 行 我去 在哪玩手机不是玩 当保安还给钱呢 虽说王丰现在有八百多万 一个月两万多利息 八千块钱算不上什么 但王丰的房子是贷款买的 一个月要还六千多贷款 有了这八千块进账 他就不用拿利息还贷款了 王丰心想 如果真像自己想得这么好 干久一点也行 如果又变成牛马 干几天就提同跑路 一个星期后 王丰来到了那个别墅区 由于他爸的好哥们 在这个别墅区当物业经理 提前打过招呼 保安队长特别照顾他 王丰经过简单培训 正式入职 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 和搭档例行巡逻 做监控室看监控 拿着遥控器给业主开门 基本上不用付出体力 每天的伙食也特别好 有专门的食堂大妈做饭 天天不重样 住的地方也不错 四人间宿舍 同时老哥们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他从他们那里 听到了不少八卦 例如 某个上市公司 老总包养的小三 是咱们别墅区的业主 某明星赌博 出现债务危机 要低价抛售房产 某荧幕上的模范夫妻 每天分房税 都特别炸裂 每天都很有意思 他觉得在这里当保安 过得挺惬意的 轻轻松松 乐乐呵呵的 就把钱给拿了 上岗的第二个星期 王峰坐在保安室外面 晒太阳 忽然听到远处 传来脚步声 抬头看去 看到一对母女 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走了过来 那位母亲 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 戴着遮阳帽 长发披散在肩上 打扮得很温柔 目光落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嘴里有说有笑 那女孩大概七八岁 粉雕玉琢的 特别可爱 手里帮妈妈拎了不少东西 王峰忽然瞪大眼睛 那不是她几个月前 救下的那个小女孩吗 你好 我忘带门禁卡了 帮我开一下门 林雪嫣看向王峰 轻声说道 尽管林雪嫣的打扮 和之前完全是个两个风格 但还是掩盖不住 她身上强大的气场 王峰看着林雪嫣 那张清冷精致的脸 呆愣在原地 王峰 你干什么呢 给业主开门啊 同事见到王峰发愣 从保安室内着急地喊道 哦 王峰暗动遥控器 打开了门 林雪嫣进门之后 看了王峰一眼 带着女儿要走 她刚刚也注意到了 王峰异样的目光 发觉王峰有点眼熟 但是没有认出来 毕竟只和王峰 匆匆见了一面 林雪嫣没认出来 小女孩却认出了王峰 只见小女孩 拉住林雪嫣的手 惊喜地说 妈妈 是王叔叔 林雪嫣一愣 再次将目光投向王峰 打量一番后 惊讶地说 是你 王峰也惊讶 会在这里碰到这对母女 笑着问 嗯 你们住这里 林雪嫣点点头 惊疑地问 王先生 你不是受了重伤吗 王峰打马虎眼 我年轻嘛 身体恢复得快 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 医生都跟我说是个奇迹 林雪嫣迟疑后点点头 这段时间她太忙了 先是带着女儿看脸伤 后面公司又出了问题 早就把王峰望一遍了 以至于医院那边 她连个问候电话都没打 不知道王峰什么情况 林雪嫣心里尴尬 不失丰度地说 王先生 非常抱歉 前段时间太忙了 你住院期间 我没带孩子去医院看你 王峰连忙摆手 没关系没关系 你不但免了我的医药费 还给了我那么多补偿 我谢你还来不及 林雪嫣忽然露出 诧异的表情 王峰看出她的疑惑 傻呵呵笑道 老婆跟我离婚了 孩子也给让她带走了 我这个人闲不住 一个在家里闲闷 就让亲戚给找了清闲活 林雪嫣惊讶 你老婆跟你离婚了 林雪嫣点点头 也是不能共患难的女人 离婚也是应该的 王峰正要附和 忽然愣住 目光落在小女孩的脸上 小女孩的脸上 还是流疤了 虽然不是那种 特别明显的蜈蚣状 还是有一道浅浅的 粉色伤疤 这疤痕极大的影响了 脸部的美感 顺着王峰的目光看去 林雪嫣露出愧疚的神情 非常可惜 我带她去了最好的医院 找了最专业的皮肤科专家 可伤口实在是太深了 这已经是 能达到的最好效果 王峰想到 那两个伤她的劫匪 心里发火 双手钻拳 那两个畜生 简直毁了这孩子的一辈子 林雪嫣目光中流露出恨意 心里有一些庆幸 她后面调查发现 绑架她女儿的两个劫匪 是她的竞争对手派来的 如果不是王峰 见义勇为 她女儿的情况 可能更糟糕 甚至公司都要出问题 林雪嫣的女儿张可可 看到王峰和母亲 因为自己生气和难过后 紧敏嘴唇 身体微抖 有些局促不安 她眼睛转了转 笑容阳光 声音温柔地安慰她们 妈妈 王叔叔 都这么长时间了 可可都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你们不要再提你这件事情了好不好 林雪嫣连忙点头 不提了 叔叔不提了 王峰看到张可可 和之前一样善良可爱 性格和之前一样阳光厚 露出欣慰的神色 张可可比她想象的要坚强 王先生 你住院的时候我们也没去看望你 咱们离得这么近 你有空来我家吃顿便饭吧 林雪嫣笑道 王峰下意识拒绝 不用 不用 你都谢过我了 当她再次看向气质清冷 楚楚动人的林雪嫣后 想到能去她家里 和她一起 谈面对面的吃饭 心里还是有一点小期待的 甚至还有点后悔拒绝 下一秒 一股自卑感充满了她的胸腔 人家只是一句客气话而已 自己想什么呢 这时 张可可天真又骄傲地说 王叔叔 我妈妈做饭很好吃的 你真的不去吗 张可可给了王峰一个台阶 但自卑的王峰却不敢上 也不能上 童言无忌 他要是答应了 不是让林雪嫣难堪吗 王峰害怕伤了张可可的心 对张可可轻声说 不是叔叔不想去 是叔叔工作忙 啊 张可可瞪大眼睛 好像有些失落 林雪嫣目光凝视王峰 她刚刚邀请王峰来家里吃饭 客套比感激要多 如果王峰拒绝 那自然是什么麻烦 现在她只要王峰随便说几句客套话 就可以带着女儿离开 以后也不用和王峰产生交集 不过 看到女儿脸上的失望 她心里又一沉 要不就让女儿开心一下 林雪嫣看向王峰 敏唇倾笑 王先生 你几个月前救我女儿的时候 面对两个持刀歹徒 眼睛都没眨一下 怎么现在喊你吃个饭都扭扭捏捏的 王峰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连忙摇头 不是不是 林雪嫣面带微笑 不容王峰反驳地说 就今天晚上吧 我正好买了这么多菜 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带可可回去了 林雪嫣带着女儿离开 留下王峰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 这时 同事走过来拍王峰肩膀 怎么回事 你和那个业主认识 我怎么听她说要请你吃饭 王峰把自己建议勇为受了伤的事情 告诉了同事 同事表情猥琐 跟王峰开玩笑 王峰 那林雪嫣是个寡妇 一个人带孩子 今天晚上是个机会 你可要把握住啊 狗屁 人家能看得上我 王峰嘴里骂 实则心神荡漾 她脑海里幻想 林雪嫣真的看上自己 张可可喊自己爸爸的画面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该多好啊 二人的身影在视线内消失 王峰苦笑 大白天做什么美梦 晚上 王峰心情激动又忐忑 为了给母女留下一个好印象 头都洗了三遍 同事让她换一身好看的行头 王峰下午去买了几件千把块的西装 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人母狗样儿 最后 她还是换成了白体恤和运动裤赴约 张可可领着王峰进门 一进门 王峰就被别墅内部的装修给震撼到了 巨大的水晶吊灯 各种名贵的摆件 豪华的真皮沙发 王峰跟随张可可的脚步参观别墅 看到张可可风轻云淡 笑容阳光向自己介绍她家 介绍照片墙上她和妈妈的合影 介绍她从小到大 获得唱歌比赛 绘画比赛的奖项 她心里非常自卑 王叔叔 你做 我给你倒水 你要吃水果吗 张可可小小年纪 非常的懂礼貌 王峰看到张可可看自己时 清澈的眼睛里带着崇拜感激的光亮 不禁想起自己前妻生的那段儿子小元 她和张可可应该差不多大 却远远不如张可可懂事 不管家里有没有客人 永远低头看手机 养她那么大 从来就没给自己倒过一杯水 看自己的时候 永远是一副看不起的眼神 除了要钱外 主动喊自己爸爸的次数 屈指可数 如果张可可是自己女儿多好啊 王峰这样想着 听到餐厅传来一句开饭了的温柔声音 林雪嫣优雅地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居家睡衣 遮不住完美的身材 胸前系了一个 画有小熊图案的微裙 乌黑长发盘起 打扮得温柔清香 现在的她 不像是身家亿万的女老板 倒像个贤惠的妻子 王峰直接给看愣住了 她心里惊叹 林雪嫣这种女人简直太有魅力了 温柔与清冷耿村 真是男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女人 叔叔 你在想什么 我妈妈做好饭了 我们洗手吃饭吧 张可可笑容纯真 林雪嫣神情温柔 王先生 这边王峰回过神来 和张可可二人来到餐厅 张可可带她到洗手之前洗手 王峰大老粗一个 打了洗手液 刚三秒就要冲掉泡沫 张可可拦住了她 王叔叔 你这样洗不干净 会有细菌的 王峰啊了一声 惊慌道 那 那怎么洗 我教你 张可可向她演示专业的洗手方法 手来回的搓 如果是别人让王峰这么洗 王峰早骂娘了 但张可可这么教她 她乐在其中 像个小学生一样 一步步跟着做 一旁的林雪嫣看到王峰眼睛 那宠溺的眼神和女儿的笑脸后 唇角微钩 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复杂的情感 三人落座 餐桌上的菜肴有西餐也有中餐 丰盛又精致 牛排 腻面 龙虾 红烧肉 宫宝鸡丁 小甜点 王峰有了钱之后 也放纵过一段时间 吃了一些高档餐厅 林雪嫣做的这些菜 仅从脉象来看丝毫不逊色 看来林雪嫣今天没少用心 林雪嫣端起酒杯 王先生 再次感谢你那日出手救下我的女儿 王峰连忙回敬 没有没有 林小姐 我欠你更多才对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我或许这辈子都不知道 我老婆是那样的人 如果你没有给我那一千万 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 日子逍遥自在 林雪嫣摇头道 好人有好报 那都是你应该得的 还是要谢谢你 王峰脸一僵 听到好人这两个字样 忽然想到 林雪嫣在无形之中 给自己发了好人卡 来的时候 同事还跟他开玩笑 说听到林雪嫣对他说 你是个好人 那就黄了 王峰心里莫名难受 想叫个真 道 我不是好人 我是个傻人 什么意思 林雪嫣好奇 王峰傻笑道 傻人才往歹徒刀口上撞吗 傻人有傻福吗 闻言 林雪嫣也露出了笑容 既然如此 那我就敬你傻人有傻福吧 王峰看着林雪嫣 楚楚动人的脸颊 觉得林雪嫣笑起来特别好看 就好像冰山融化了一般 林雪嫣喝下杯中红酒 王峰傻傻地看着林雪嫣 喝光手中的酒 林雪嫣看到王峰的异样后 微微咬牙 一旁的张可可等了老半天 不满道 妈妈 王叔叔 还没好吗 我都快饿死了 林雪嫣脸颊微红 将目光从王峰脸上收回 笑道 开吃开吃 都把我们可可饿坏了 王峰心有余悸 赶紧笑道 这么多菜 我真是馋了 林雪嫣眼神闪躲 在餐桌上扫了一眼 给王峰加了两块红烧肉 那你可要尝尝我的拿手菜 王峰加起肉放入嘴里 肉烧得软烂 香而不腻 就是他们本地的烧法 前些日子 他还在一家酒店吃过 林雪嫣厨艺肯定不比酒店大厨 但是他就是感觉 这个更好吃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就是幸福的味道 好吃好吃 张可可吃得满嘴流油 期间不忘记给王峰加菜 王叔叔 你也吃 你怎么还没我的吃得快 是不会用筷子吗 张可可皱起眉头 天真的质疑王峰 王峰有些尴尬 一般他吃饭都是狼吞虎咽的 今天他想注意一下形象 林雪嫣眉头动了动 笑道 王先生 放开了吃 你这样拘谨 我们反而不自在 那我就不客气了 王峰挠了挠头 这么多好吃的 摆在他面前 他装得也累了 拿起筷子就大口地炫了起来 张可可惊讶 眼睛带着光亮 王叔叔 原来你这么厉害 林雪嫣手托下巴 盯着王峰看了一会儿 看到王峰夹起了一块牛排 他很细心地端起桌 那份牛排 牛排凉了 我去把牛排热一下 王峰看到林雪嫣 起身去热牛排 林雪嫣身材窍窍 长相惊世骇俗 再一看本该是 不染凡尘的仙子 此刻铁板上散发出的热气 萦绕在林雪嫣的身上 仙子身上染上了烟火气 更加的迷人 王峰都看呆了 昂贵食物刺激他的味蕾 林雪嫣积品的身材 逆天的颜值 完美的气质 刺激着王峰的眼睛和灵魂 他不禁想起 自己没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在家里都是他做饭 妻子不是嫌弃他做的饭难吃 就是嫌弃菜低档 儿子玩游戏 还要他去喂 现在林雪嫣这样 身家亿万的女人 给自己热牛排 她的女儿喊自己叔叔 给自己夹菜 她心里有一种 特别舒畅的感觉 尽管她清楚地知道 这只是一张单次体验卡 但是她已经很满足 在这一瞬间 她感觉自己 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 林雪嫣是她老婆 张可可是她女儿 王先生趁热吃 林雪嫣将牛排 重新放回桌上 梦境破裂 王丰心里紧缩了一下 情绪一下子变得很低落 看着林雪嫣撬脸上的笑容 她又笑了出来 好 既然只有一次 她决定好好珍惜 她不光是吃菜 她还想多喝点酒 好好的开心一下 王丰开始给自己灌酒 母女劝都劝不住 喝多了之后 王丰开始说胡话 夸林雪嫣好看 王先生少喝一点吧 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林雪嫣脸上飞霞 劝王丰别喝了 王丰被劝后 脸上露出的幸福的笑意 我以前喝酒 前妻每次都骂我 你对我真好 王丰之前压力大 偶尔也会借酒消愁 喝那种几块一瓶的工业酒 前妻每次见自己喝酒 都要骂 你个废物 一天赚那么点钱 你也配喝酒 没出息的东西 只会拿酒出去 怎么没见你赚钱啊 喝死你 喝死你 我好改嫁 林雪嫣看着醉熏熏 满脸幸福的王丰 心里竟然有些同情王丰 但更多的是不知所措 张可可着急 王叔叔 下次再喝可以吗 王丰情绪激动 喝 下次 哪还有下次 不就这一次吗 张可可似乎听出 王丰话语中的伤感 很敏感地看向林雪嫣 妈妈 你是讨厌王叔叔吗 林雪嫣愣睁了下 眉头微皱 看着情绪低落又激动的王丰 心里很复杂 她已经看出王丰对她抱有想法 现在应该跟王丰说个明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里又有一些痛 觉得自己很残忍 是因为不想让女儿失望吗 林雪嫣摇头道 妈妈不讨厌王叔叔 王丰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员工宿舍的床上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林雪嫣的 她觉得昨天晚上就好像做一场梦一般 她依稀记得林雪嫣说 还会请自己吃饭 这简直太好了 她不奢求林雪嫣真的当上自己的老婆 只求能陪在林雪嫣母女身边 守护她们就好 之前的日子里 王丰每天都会算准林雪嫣上班下班的时间 坐在小区门前和她聊上几句 每天例行巡逻的时候 她也会多留意一下林雪嫣的别墅 张可可如果在家的话 会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跟她打招呼 她会默契地从口袋里摸出一袋小零食 或者一块小蛋糕扔上去 后来 林雪嫣好几次把她堵在保安室 王丰 你知不知道她这个年纪 要少吃糖的 王丰每次都装傻 说下不为例 林雪嫣很忙 周末会张可可一个人丢在家里 张可可贪玩 有时候会偷偷出去 一次 王丰在别墅区里巡逻 发现张可可正在被一只发的金毛追赶 王丰赶紧上前护住她 然而通知狗主人将狗带走 事后 林雪嫣得知后 专门获张可可一起做了爱心便当感谢王丰 那顿便当把王丰的心都给添化了 王丰觉得能在林雪嫣张可可身边做个保安守护他们 也挺好的 一个月匆匆而过 皇冠娱乐 刘雨宁和王丰离婚了 分走了王丰车房 还有几十万存款 她花钱大手大脚 每个月演出出席活动的钱一分不剩 后来看到银行卡里面数字越来越少 她渐渐有点慌了 以前王丰一个月给她两三万 所以她才有恃无恐 现在男助理王浩不仅不给她钱 有时候还找她要钱 儿子小元又上了贵族学校 开销特别大 最近都把她给仇怀了 到哪里再找个王丰这样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冤大头呢 这时 她接到闺蜜打来的电话 闺蜜在电话里惊讶地问她 雨宁 王丰最近是不是发了 我男朋友说 她最近都开上奔驰 住上别墅了 刘雨宁震惊后 不懈地质疑道 奔驰 别墅 她哪里来的钱 当初我们离婚的时候 她可是净身出户 车和房都归我了 你男朋友是不是认错人了 闺蜜语气凝重地说 不是 我男朋友上午去九龙湾拜访客户 在停车场遇到王丰 亲眼看到她拿钥匙打着了火 什么 真是她 刘雨宁瞪大美眸 眼神里流露出贪婪和仇恨 王丰一定是私藏了钱 这才几个月啊 她哪里能赚到这个钱 可恶 竟然敢骗我 按照当初的离婚协议 她的钱都应该是我的 我马上去九龙湾找她 刘雨宁当天下午就杀到了九龙湾 当她看到王丰身穿保安服 对着出路的业主点头哈腰后 大为失望 神情鄙夷 白高兴一场 我就说嘛 这个废物就是藏钱 哪里能藏那么多 原来是在这里当保安啊 看那样子以后也干不了体力活 刘雨宁给闺蜜打电话 明月 我刚刚看过了 王丰确实住在九龙湾 不过他是在九龙湾当保安 你男朋友在停车场遇到他 估计是帮业主停车 那 闺蜜惊悚地说 不 雨宁 我刚刚才查完 他卡里有八百多万 闺蜜在银行柜台上班 因为好奇 用权限查到了王丰的账物余额 刘雨宁听后目瞪口呆 震惊不已 什么 卡里有八百万 这个废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敢骗我 刘雨宁来气了 这个混蛋 看起来老实 没想到这么贼 你快快查查这钱是从哪里挥过来的 闺蜜说 我的权限不够 只能看到有一个账户 一下子给他转了一千万 你不是在九龙湾吗 现场问问 刘雨宁挂断电话 气势汹汹跑过去 质问王丰 王丰 我问你 你不是背着我藏钱了 那一千万哪来的 王丰看到来人是刘雨宁后 也惊了一下 看来一千万的事情 还是暴露出来了 王丰也不想瞒着 冷冷地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 咱们都离婚了 刘雨宁质问王丰 你别拿离婚找借口 你背着我藏钱 按照离婚协议 那一千万应该是我的 王丰冷笑 这一千万是我离婚后赚的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刘雨宁恶狠狠看向王丰 你胡说八道 几个月前 你明明受了重伤 你哪里赚到这么多钱 明明就是你之前藏的 你还是人吗 你骗我跟你离婚 让我和儿子过贫苦日子 自己开豪车 住别墅 为了掩人耳目 还在这里当保安 刘雨宁高高在上地说 我不想把事情跟你闹大 也不跟你要一千万了 给我转八百万 我立马走人 王丰见到刘雨宁 如此厚颜无耻 直接气笑了 刘雨宁 你能不能不要再狗叫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卑贱吗 当初口口声声骂我是废物 说我赚不到钱 现在说自己日子苦了 来找我这个废物要钱 王丰 你说谁卑贱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刘雨宁看到 曾经对自己逆来顺手的王丰 现在反过来羞辱自己 恼羞成怒 发疯了一般要冲过来 想要像以前那样家暴王丰 王丰随手抄起了治安插 砰 王丰将他拦在小区门前 他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这时 保安队长带着几个保安杆来 王丰 怎么回事 王丰指向刘雨宁 队长 这里有个疯女人 想要打我 保安队长冷冷地看向刘雨宁 于是 如果你在这样无理取闹 影响治安 我们要报警了 刘雨宁见继续待在这里 讨不到好处 冷冷地说 王丰 你给我等着 按照离婚协议 你所有的钱都应该归我 我要到法院告你 告到你倾家荡产 刘雨宁狼狈离开后 队长问王丰到底怎么回事 队长 这个人就是我那前妻 来找我要钱的 大家都知道 王丰救过灵雪燕女儿 手上拿了一笔钱 队长一份填膺 你那前妻还真是不要脸 给你戴绿帽 要你近身出户也就罢了 现在还要来抢你的卖命钱 弟兄们 以后见到那女人 直接撵走 有队长发话 王丰也就放心了 以他对柳如燕的了解 柳如燕肯定还会来找麻烦 他自己不害怕刘雨宁 害怕影响到业主 皇冠娱乐 柳如燕回去之后 把王丰藏了一千万的事情 告诉了男助理江浩 江浩摸着柳如燕的后背安慰道 与您 别跟这个废物生气 那一千万 既然是他私藏的 那按照离婚协议 就应该归你 我人脉那么广 随便找个律师 就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柳如燕 沉溺在江浩的温柔中 心情好了不少 他问江浩 那大概要等多久啊 江浩脸色微沉 那个废物既然敢私藏钱 肯定有所准备 如果打官司 恐怕要拖个一年半载的 刘雨宁叫了一声 啊 这么长时间 那他要是把钱给花了 或者转移了怎么办 江浩眼神阴很贪婪 他花多少 我让他吐多少 那一千万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你让明月盯着点银行的流水 到时候都是证据 打官司我们稳赢 但只能算是下策 上策是让他自己把钱交出来 刘雨宁不解 什么意思 江浩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刘雨宁用手拍江浩的胸口 娇笑道 江绍 你好坏啊 江浩转动刘雨宁的身体 从后面将刘雨宁抵在办公桌上 雨宁 我这都是为了以后咱们的美好生活啊 第二天 刘雨宁带着几个人来到九龙湾 拉起了横幅 横幅上写着 渣男王峰 抛弃妻子 隐瞒千万财产 刘雨宁也算是个十八线小明星 微博短视频 粉丝都上万 这一行为吸引了不少主播过来蹭流量 九龙湾别墅区门口 一下子围了不少人 刘雨宁来到王峰面前 小声威胁王峰 如果你不想身败名裂的话 就把该属于我的钱转给我 王峰也没想到刘雨宁这么不要脸 拿名声来威胁自己 他态度强硬 你休想从我手上拿走一分钱 刘雨宁见状 对准镜头 卖惨道 大家看 他叫王峰 是我的前夫 我跟他在一起八年 从他是矛头小子的时候就跟了他 我陪着他白手起家 他刚开始赚不到钱的时候 都是我在养他 那个时候我一场演出才赚五十块钱 我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就这 他前段时间 发了一笔横财 逼我跟他签订离婚协议 近身出户 他为了不分我钱 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做保安 你们可以去查 他开的是奔驰 住的是别墅 他还是人吗 抛弃我也就罢了 竟然把我们的儿子也给抛弃了 刘宇宁说的声泪俱下 楚楚可怜 围观群众一份填膺 纷纷骂王峰不是东西 说他是现实版的薛平贵 王峰露出怒容 他没想到刘宇宁会如此厚颜无耻 倒打一耙 他自从认识刘宇宁后 从来没有花过刘宇宁一分钱 在刘宇宁还在剧院当小演员 一个月连五百块都赚不到的时候 是王峰养着他 是刘宇宁逼他近身出户 他说自己不养儿子 那儿子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 王峰知道解释就是掩饰 直接回了保安室 保安队长很快带人赶到 劝刘宇宁等人离开 刘宇宁当然不肯放过这次机会 对着保安队长破口大骂 说他是王峰的走狗 被王峰收买了 保安队长震怒 当场会队回去 把刘宇宁给王峰戴绿帽 儿子不是王峰亲生的时候 说了出来 刘宇宁恼羞成怒 说保安队长一派胡言 保安队长在劝 刘宇宁不罢休 保安队长直接将他们的横幅没收 随着警察的感到 这场闹剧也终于结束 刘宇宁走的时候 看向王峰 威胁道 王峰 你给我等着 你不给钱 咱们就一直闹 看谁先挺不住 王峰嘲讽 贱 人 我就是把钱喂狗 都不会给你 刘宇宁暴跳如雷 骂了王峰好久 才被警察劝走 事情很快上了同城热门 不少人在评论区下面谴责王峰 爱九龙湾别墅区的官方 王峰父亲的兄弟是物业经理 了解情况后 直接让九龙湾别墅区 发布一条声明 称王峰品行没有任何问题 暗含刘宇宁炒作 之前王峰送外卖的时候 交了不少棋手朋友 他们得知情况后 也愿意帮王峰出事情澄清 他们发视频告诉大家 王峰这些年一直勤勤恳恳 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天打三分工养老婆和孩子 结果换来的是老婆的出轨 孩子还不是自己的 站点的站长也主动帮王峰澄清 称王峰他是肯干 是个顾家的老男人 王峰自己也发布一条视频 称自己被刘宇宁律了 孩子还不是自己的 自己确实发了一笔横财 是在结婚之后 帮了一个大老板一个小忙 大老板给了自己一笔报酬 称自己当保安 是待在家里无聊 林学嫣找到王峰表示 对王峰的遭遇感到抱歉 可以帮王峰出面澄清 王峰已不想影响到 他们的生活拒绝 即便没有他们发声 也够了 一圈视频声明下来 舆论的风向标逆转 大家冲向了刘宇宁的评论区 各种骂他 小三 贱 人 婊子 骗子 炒作 刘宇宁所在传媒公司 皇冠娱乐也受到了影响 不少人在他们的官方微博 和短视频账号上留言 皇冠娱乐眼看事情要闹大 立刻让公关部门去处理这件事情 把事情压了下来 网上的视频大多都被删除 几天后 彻底没了什么热度 虽然皇冠娱乐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这大几十万的公关费 需要刘宇宁个人承担 刘宇宁在办公室里问候王峰 十八倍祖宗 江浩也气得牙痒痒 虽然是刘宇宁支付赔偿 但在他眼里 刘宇宁的钱就是他的钱 没事 宇宁 我还有别的办法 九龙湾 这几天 一堆亲戚朋友给王峰打电话借钱 有些人甚至找到了九龙湾 虽然之前那件事情闹得热度不小 但毕竟主战场在微博 某英只上了同城热门 加上皇冠及时做出公关 压了下去 王峰家都是穷亲戚 远在乡下 消息应该会有滞后性 刘宇宁肯定是在自己老家大肆宣扬 想让亲戚来恶心自己 对于这些来借钱的 王峰一个都没理 前世王峰就张可可受伤 需要手术费救命 这些亲戚看他们家里穷 没一个肯出钱的 刘宇宁将号二人见这招步行 招法更加阴险 打电话恐吓王峰 如果你不给钱 我们就找人弄死你 王峰丝毫不慌 他出门不落单 手机不离身 几天后将二人威胁自己的电话录音 上传到了网上 这段录音火了 播放量破万 刘宇宁再次被人架到风口浪尖上 为了形象 他闭口废人 称王峰伪造录音 污蔑自己 王峰又甩了几段 自己被人跟踪的视频反击 刘宇宁称王峰视频为摆拍 请了演员 由于热度回升 皇冠传媒介入 后面公安部门更是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刘宇宁江浩不了了之 在这之后 刘宇宁和江浩老实了 王峰和林雪嫣张科可母女感情越来越好 基本上 一个星期去林雪嫣家里做客一次 一个月后 王峰接到一则法院的电话 法院的人告诉王峰 他被前妻刘宇宁起诉了 这周末开庭 王峰看完法院发来的电子文件和起诉书后 又气又笑 刘宇宁和江浩纯粹是倒打一耙 之前在网络上造谣也就罢了 竟然真的要把这件事闹到法院上去 行 那我就去会会你们 王峰不慌不忙地开始准备证据 张氏集团 林雪嫣夜知道了王峰要打官司的消息 打出一则电话后 勾纯 王峰的那个前妻还真是有意思 开庭当天 王峰作为被告准时出席 因为王峰有绝对的把握所 已根本就没请律师让他没想到的事情 法院这边给他安排了一位圆珠律师 王峰用手机查了一下 这位圆珠律师姓张 业内知名律师 擅长离婚官司 有嫁无事 他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法院竟然援助了这么牛逼的律师给自己 圆刚那边是刘雨宁江浩和他们儿子王源 刘雨宁见到王峰之后 双目冒火 王峰 你这抛弃弃子的人面畜生 既然你不肯跟我私聊 我便让你倾家荡产 江浩也仇恨地看向王峰 王峰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渣男 倒打一耙害雨宁被网爆 雨宁差点被你整抑郁 这次来到法院 我看你还怎么弄虚作假 刘雨宁言辞正义 法律不容你这种肮脏的恶人侵犯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前面都是放屁 这句话我举双手赞同 王峰冷不丁地嘲讽了一句 刘雨宁怒不可遏 王峰 这里是法院 你还敢放肆 王峰不屑 这句话 应该我对你说才对 这时 法官用锤子敲击桌面 肃静 马上开庭 接着 法官强调开庭后的事项和规矩后 开始宣读原告诉求 刘雨宁三人 要王峰交出银行卡存款 赔偿精神损失费 工作赔偿 诉讼费 等共计1200万元 称王峰当初逼迫自己签下离婚协议 要在离婚协议上另加一条 每个月支付10万元抚养费 小元 还记得我跟说的话吗 快哭 越委屈越好 刘雨宁给王源试眼色 快哭啊 你哭得越惨 妈妈就越火 孩子向来是离婚话题的热点 今天法院全程录像 等到庭审结束后 把录像曝光出去 他就可以趁着这波热度大火 然而小元根本哭不出来 他对王峰只有轻蔑和鄙夷 哪有悲痛和委屈 王源哭不出来 刘雨宁使劲掐他大腿 啊 王源疼得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 爸爸 妈妈 我不想你们离婚 坐在对面的王峰看到这一幕 眉头不经皱起 真不要脸 法官宣读完起诉书 向评审团展示原告的起诉证据后 看向王峰的被告席 问道 被告 你对原告的起诉内容 有什么意义吗 全是假的 王峰冷声道 法官表情公正 态度求真的看向王峰 你可有什么证据 王峰笑道 当然 王峰信誓淡淡地打开了自己的公文包 然后傻眼 公文包里面竟然装着一打白纸 那些提前准备好的文件呢 王峰记得自己下车前还检查了一遍 怎么回事 王峰抬眼看去 发现对方的江浩正嘲弄地看着自己 刘宇宁眼神玩味 他一拍大腿 糟糕 进入前需要检查是否携带围巾物品 对方一定是买通了当时检查的人员 调换了自己的公文包 没想到 他们竟然摆了自己一道 难怪他们敢在法院颠倒黑白 这该怎么办 刘宇宁嘲讽 你的证据呢 江浩不屑 王峰 你就只会口嗨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峰的援助律师张律师 打开了自己的公文包 张律师拿出一大楼文件 和一个优盘 递交给法官 法官大人 我是王先生的委托律师 接下来我要协助王先生对原告提出的诉求 做出反驳 首先是离婚协议问题 四个月 王先生出了一场车祸 失去劳动能力 刘女士带着儿子找到王先生 逼迫王先生签署离婚协议 要求王先生晋身出户 张老师口才非常出众 引经据典 法律法规倒背如流 加上证据真实有效 赢得了观众习一众认可 当他说出 王源并不是王峰亲生儿子 并且拿出亲自鉴定作为作证后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观众习观众全都比异地 看向原告习的刘宇宁三人 三人刷得一下脸都红了 羞怒不已 刘宇宁在心里怒骂 混蛋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竟然瞒着我去做亲自鉴定 江浩脸色难看 但很快露出不屑的笑容 张律师继续道 刘女士在婚内出轨 王源不是王先生亲生 王先生既然已经和刘女士离婚 自然不需要承担日后的抚养费用 而离婚财产问题 这份银行流水清单和名下财产说明 已经很清晰地表明 王先生那一千万为离婚后所获财产 奔驰车和二层洋楼均使离婚财产 按照婚姻法 王先生名下所有资产与刘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故王先生不需要向刘女士支付一千万赔偿 话罢 观众席的人纷纷用目光对张律师表示了认可 法官也露出认可的眼神 刘宇宁心如死灰 觉得这次诉求完蛋了 王丰嘴角上扬 胸有成竹 法官宣布刘成 现在由评审团作出裁决 现场总共有评审团九人 刷刷刷 五人举起了反对票 理由是 王丰那一千万财产来源不明 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证明他不是婚前财产 王丰嘴角一抽 这理由还真是扯淡 江浩多半是买通了评审团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 一阵相风拂过 门外走进来一个身穿红裙 身材极品 气场强大的清冷美女 美女身后还跟着一个呆萌可爱的小女孩 正是林雪嫣张可可母女 二人来到证人席 林雪嫣声音轻裂悦耳 高声道 我为王丰作证 那一千万是我自愿赠予王丰先生 全场震惊 王丰也有些难以置信 没想到身家亿万的林雪嫣 竟然亲自来到法院给自己当证人 张可可面对众人 毫不怯场 那天 有两个坏人要抓我 是王叔叔救了我 我妈妈给了她一千万作为报答 林雪嫣拿出事先准备的证据 银行卡信息对上网 还有医院的监控和病例 加上林雪嫣张可可二人出庭作证 板上钉钉 证据确凿 饶氏评审团也无懈可击 法官思索过后 宣判道 现在 我宣布驳回原告刘雨宁女士的所有无理诉求 王先生无需向刘女士赔偿一千两百万 不需要为原告王源承担抚养义务 本地庭审产生的诉讼费用 由原告承担 刘雨宁还想纠缠 但法院这种场所 哪有得他胡闹 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往外撵他们 江浩咬牙切齿 气愤填胸 他明明准备好了一切 要打赢这场官司 没想到被王峰有惊无险地解决了 刘雨宁失魂落魄 像一滩烂泥一般倒在地上 他这次光是让江浩买通这些法院的关系 就用了二十多万 最后竟然一分钱没要过来 还要再支付上万元的手术费 本想借着这次机会 朝一波热度 大火一把 现在这样 如果把视频发上去 等于自黑 孽种王源也傻眼了 哭丧着脸问刘雨宁 妈妈 你答应给我买的手办 还买不买了 买 买你个头 刘雨宁气的一巴掌 拍到王源头上 王源委屈地嚎啕大哭 法院外 林雪嫣和张律师握手 张律师 这次的事情真是谢谢你了 张老师笑容真诚 不用谢我 当年我律所出了问题 如果没有林总您 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个案子 我会继续跟进 如果那一家子 再来骚扰王先生 我会帮王先生起诉他们 好 那就谢谢张律师了 张老师时间宝贵 很快便离开 王峰等张律师走了 才感慨道 我还以为我是走了狗屎运 原来张律师是你请过来的 林雪嫣笑了笑 道 不 你就是走了狗屎运 王峰疑惑 哪有 不是你帮我骂 说着 他恍然大悟 林雨室 这辈子能认识你 我真是走了狗屎运 谢谢你 林雪嫣狡黠笑道 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 一句谢谢就够了 王峰看了一眼张可可 开心地说 这样吧 我带你们去游乐场玩吧 张可可激动地拍手 好爱 可可最喜欢游乐场了 王峰带母女俩来到了市区 新开的一家游乐场 刚进门 张可可便被最近很火的脸上油彩 给吸引住了 林雪嫣都觉得不好看 王峰却很宠她 让老板给张可可画了一个好看的图案 还专门把脸上的疤痕给遮住了 张可可乐得合不拢嘴 随后他们一起玩了碰碰车 海盗船 过山车摩天轮等项目 玩累了之后 林雪嫣张可可坐在路边长凳上 王峰去买甜筒冰淇淋 时间过得很快 他们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开开心心 相互陪伴 温暖彼此 三人在游乐园里悠闲散步 张可可又被路边商贩的小兔子吸引了 二人停下脚步 林雪嫣将头靠在王峰肩膀上 眼神温柔欢喜 今天真开心啊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感受着林雪嫣温热的身体 鼻息间传来林雪嫣迷人的体香 近距离地和林雪嫣在一起 还产生了身体接触 王峰意乱神迷 这一刻 她很复杂 林雪嫣是怎么了 对自己放开防备了吗 还是说 林雪嫣只是累了 找个地方靠一会儿 看着林雪嫣深邃迷人的眼睛 王峰心里一惊 一个更加荒诞的想法涌上心头 林雪嫣不会是在试探自己吧 自己是不是只要回答一句话 我会永远陪在你们身边的 就等于表白了 王峰脸颊微红 憋了半天道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等你有时间了 我再带你们去别的地方玩 林雪嫣听后 心里有古莫名的失落 她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跟王峰 说那么容易让人误会的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峰继续在九龙湾别墅区当保安 日子还和往常一下自在 可她和林雪嫣却出现了隔阂 自从那天从游乐园回来 林雪嫣变得更忙了 几天才回一次家 孩子交由阿姨来照顾 之前她上下班都是从正门出入 为了躲自己 甚至去走不顺路的偏门 王峰十天半个月 才能见林雪嫣一次 见到面后 她也不敢问 装作之前一样打招呼聊天 林雪嫣也不解释 聊天时明显高冷了不少 对于可可的事 她也逼之不提 王峰猜测 这心许和林雪嫣在游乐园 自己的回答有关 她很后悔没有大胆一些 表达自己的心意 现在表白 很可能会彻底失去 这天 王峰忽然从小区的物业经理 哪听说 张可可在学校遭人霸凌 坠楼了 物业经理他儿子和张可可 上的是同一所小学 王峰急匆匆地去了医院 急救是前 王峰和林雪嫣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如果出了事情 那可怎么办 王峰脸色苍白 嘴里不听念头 林雪嫣没有抱怨 强忍痛苦 保持沉着冷静 这时 手术室的门开了 王峰连忙冲上去 抓住医生的胳膊 医生 孩子怎么样了 手术成功了吗 医生脸色难看地说 病人动脉大出血 身体多处创伤 都需要止血 可医院止血血没库存没了 手术被迫中止 王峰着急 手术终止了 孩子怎么办 林雪嫣动怒 这么大个医院会缺止血的药品 医生说 已经在隔壁医院去见了 王峰问 那需要多长时间 孩子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医生脸色更加难看 咬牙道 不好说 前段时间 咱们是一个中心要仓着火 导致一些常见出现了短缺 林雪嫣连忙给 开私人诊所的朋友打电话 他得到的统一答案是 止血药品被人打量收购 现在全是止血药物紧缺 林雪嫣慌了 险些摔倒 这 这怎么办 王峰辅助林雪嫣 眼神坚定明亮 我有一个办法 林雪嫣一愣 什么办法 王峰找医生要了纸笔 写了一个成分全部是中草药的方子 之前王峰十五六岁的时候 在村里的一个老中医门下 当过两年学徒 还记得一个止血的方子 这能行吗 全是中药 医生质疑 林雪嫣叶有些担心 可现在只能死马当火马医 试试王峰的办法 王峰咬牙道 出了问题算我头上 医生点点头 火速按照王峰的方子配置使用 王峰的方子虽然没有西药作用那么明显 但捞好算是把血给止住了 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医院血库告急 王峰也是服了 这是怎么回事 全是最大的医院 怎么先是缺药后是缺血 林雪嫣皱起眉头 隐隐感觉 小女孩这次坠楼没那么简单 她觉得有一双巨大的手 在暗中操纵一切 王峰管不了那么多 问病人是什么血型 医生说 是有刑血 因为这几天受伤的病人比较多 正好给用完了 O型血被誉为万能血 可以给A B AB型三种血型输血 但是O型血的病人只能接受O型血 林雪嫣是A型血 她非常冷静 没事 我马上打电话安排几个O型血员工过来 王峰激动道 我就是O型 在员工没来之前 先抽我的吧 林雪嫣看着王峰那英勇无畏的脸 眼神复杂 医生火速安排王峰 咽血抽血 手术得以继续 下午 医院爆出一则重磅消息 王峰竟然 或张可可竟然是妇女关系 他们DNA相似率高达99% 王峰直接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呢 开什么国际玩笑 林雪嫣也始料未及 张可可并非是她和前夫所生 而是来自一场一夜情 八年前她曾和一个代价小哥 有一段露水情缘 她找了这个人八年 在医院和公安系统 录入自己女儿的DNA信息 没想到这个人就在自己眼前 林雪嫣身体颤抖 脸颊飞红地看着王峰 八年前 成交的那辆保时捷 你还记得吗 八年前 王峰刚刚结婚 每天拼了命地赚钱 下班后晚上干代价 一天晚上 她接了一个女客户的单子 与客户酒后跟她倾诉工作压力 家庭压力 情绪激动下 竟然把自己男人布举的消息 也告诉了她 王峰也向女客户倾诉了自己 当牛做马养老婆 老婆还瞧不上自己 并且抱怨老婆好几个月 没让自己碰了 在那暧昧的气氛下 王峰把持不住 大胆地拥吻了女客户 在车上 帮助女客户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王峰一直觉得 这件事是她这辈子 做过的最荒诞的事 还因此觉得自己亏欠了前妻刘雨宁 没想到 林雪嫣就是当年的那个女人 而张可可竟然是她的亲生女儿 王峰感觉自己一瞬间成了人生赢家 她满怀期待地看向林雪嫣 雪嫣 你 林雪嫣直接扭过了头 这件事情 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 王峰知道林雪嫣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 不光林雪嫣 她自己也接受不了 一个小时后 手术结束 手术非常成功 张可可还处于昏迷当中 王峰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很快她的眼睛被仇恨占据 张可可没事了 她要去找那些施暴者 要个说法了 从张可可坠楼到张可可手术结束快六个小时了 学校竟然连个人都没来 差点闹出人命 学校竟如此不负责任 林雪嫣劝王峰等张可可行了 她和她一起去学校 王峰不肯 直接就杀到了学校 向学校要说法 张可可的班主任不停地和王峰扯皮 王峰通过一些好心的同学 得知施暴者的身份 领头施暴的那个人 竟然是自己曾经的儿子 王源 这是一所贵族学校 离婚之后 前妻竟然把王源送到这里上学 他们年龄相仿 正好分到同一个班级 王源带头孤立了张可可 骂张可可是丑八怪 说他有爹生没人养 你把王源那个小畜生给我喊出来 王峰身穿保安服 怒吼道 班主任护短 你一个臭保安 叫什么叫 再敢找事 我报警抓你 王源什么都没干 王峰当了王源八年爹 他怎么会不知道王源什么德行 牙子必报 欺负同学是家常便饭 刘宇宁又极为护短 当初在法院的时候 张可可帮自己作证 肯定嫉吞上了张可可 王峰怒吼班主任 睁眼说瞎话 你配做老师吗 难道张可可就不是你的学生吗 王主任跪舔道 人家王源是什么出身 妈妈是大明星 爸爸是业内知名经纪人 张可可是什么出身 他妈就是个臭上班的 这有可比性吗 王峰急了 你是不是傻 张可可他妈是亿万富翁 班主任戏略地看向王峰 指着王峰身上的保安服 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交的都是你这种朋友 王峰咬牙切齿 林雪嫣把张可可教育得很好 看来张可可没有告诉大家真实的身份 而王源跟老师吹了牛 这才导致了区别对待 这时 王源背着书包从学校里面走出来 班主任着急道 不是说 等你妈妈来了再出来吗 王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峰 嚣张道 陈老师 你怕他干什么 他就是个废物 不敢跟我动手的 以前在我家 他就像条狗一样 我妈让他往西 他不敢往东 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说完还挑衅王峰 王峰 你知道我怎么欺负张可可的吗 我在他的头发上放口香糖 往他的座围上丢浇水 把他按到水池里面 王峰勃然大怒 冲上去就把王源按倒地上 掀起王源的裤子 猛扇他的屁股和后背 啊 别打了 你这个废物敢打我 我妈妈不会绕了你的 王源发出痛苦的惨叫 嘴里放着狠话 班主任也就嘴上厉害 哪里拦得住暴走的王峰 就在这个时候 刘雨宁一身白裙 打扮金贵 来到学校门前 助手 刘雨宁大喊一声 王峰 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打我的儿子 王峰见到刘雨宁来了 冷声道 你儿子打了我女儿 我打他 有错吗 刘雨宁非常惊讶 什么 你女儿 你和那个臭婊子在一起了 刘雨宁还不知道 林雪嫣的身份 只当林雪嫣 是个靠卖身发家的婊子 一想到王峰 从林雪嫣手里 拿了一千万 上次输了官司 他就羡慕极度恨 王峰 你吹什么牛逼啊 那个骚婊子 能看上你 你当了我八年 舔狗还不够 又要当他的舔狗 王峰听到刘雨宁骂林雪嫣 愤怒道 闭上你的臭嘴 你才是骚婊子 张可可是我亲女儿 刘雨宁听后大惊 气得脸色胀红 不屑道 那个小杂种是你亲女儿 你不会是 因为小元不是你亲生的 得了什么失心疯了吧 那个臭婊子虽然脏 但也算是有几分姿色 想让他给你生女儿 你配吗 就在这个时候 刘雨宁的电话响了 江浩告诉他张可可 是江浩亲生女儿的消息 刘雨宁手机都没拿稳 这怎么可能 张可可真是你女儿 刘雨宁情绪激动 王峰 你竟然早就和那个臭婊子 有了关系 他竟然还背着我 给你生了个女儿 你说 这些年 你有没有拿家里的钱给他 快说 你这个渣男 傅心汉 王峰哈哈大笑 心里舒畅 刘雨宁 就许你给我戴绿帽 我就不能给你戴绿帽吗 至于给没给钱 林雪嫣和江浩那个 只会花女人钱的废物不一样 她很优秀 把我的女儿养那么大 没有花我一分钱 之前我没有照顾好她们母女 从今以后 我会把我所有的时间 心血和金钱 投入到她们身上 刘雨宁恼羞成怒 王峰 你这个废物 你也陪和王浩相比 我给王浩花钱我愿意 你有个屁的钱 那都是那个臭婊子给你的 你的时间精力有个屁用 你这种人穷酸一辈子 王峰讥讽 我再怎么废物 时间精力再怎么没有用 也养了你和你那健重儿子八年 江浩厉害 你怎么不让江浩养你呢 刘雨宁气地跳脚 你这个废物 只配给我当牛做马 而王浩则是给我鼓励 陪我成长 让我能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 王峰嘲讽 既然如此 你跟我急什么 我找我的林雪嫣 你跟你的王浩啊 刘雨宁暴怒 想到王峰跟了林雪嫣那个富婆 心里极度不平衡 她嘲讽道 王峰 你别得意 林雪嫣再有钱 也是个婊子 张可可是你亲生女儿又怎样 在林雪嫣眼里 你不就是个提鞋的吗 那女人玩得那么花 很快就会把你甩了 就在这时 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停靠在学校门口 一条修长圆润大长腿迈出 林雪嫣一身红裙 倾国倾城 气场强大出现在众人视线 和她相比 刘雨宁瞬间黯然失色 身材 颜值 气质 穿着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刘雨宁在清冷金贵的林雪嫣面前 就好像一只丑小鸭 在场所有人的眼球都被林雪嫣给吸引住了 只见林雪嫣卖着款布来到王峰身旁 挽住王峰的手臂 小鸟依然地对她说 老公 我来晚了 你不会怪我吧 全场震惊 王峰一身保安服 土里土气 而林雪嫣穿着名艳气质华贵 站在一起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而林雪嫣竟然像个小女人一样 喊王峰老公 在场众人三观多岁了 尤其刘雨宁 心里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 这怎么可能呢 刘雨宁为什么对王峰那么温柔 仅仅就是因为一个亲生女儿吗 王峰不过是自己不要的一个男人罢了 而林雪嫣为什么把她当成宝 就算她是个婊子 她也不应该这么急不择时吧 你这个臭婊子 刘雨宁指着林雪嫣鼻子骂 林雪嫣啪的一巴掌打在刘雨宁脸上 你辱骂我老公 教授儿子欺负我女儿 还敢当面骂我 你凭什么打人 你个臭婊子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 你敢打我 刘雨宁暴跳如雷 王源见到自己妈妈被打 直接怒了 冲过来要打林雪嫣 啪 林雪嫣一巴掌把她扇蒙了 班主任大惊 没想到林雪嫣如此粗鲁 她为了刘雨宁面前表现自己 跪舔道 刘女士 别着急 我马上叫学校的保安过来 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林雪嫣冷谋道 雨花小学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老师 班主任看着身材颜值都胜过自己的林雪嫣 心里嫉妒的要死 都是女人 都是底层 凭什么林雪嫣靠卖身 就能开始保世界 而她也卖身还给有钱当狗 就挣那一个月三千的死工资 你这个臭婊子 有什么资格说过 你别以为你有钱我就会敬你 你再有钱也是个鸡 狗屁不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雨花小学的宋校长带着一群人赶到 班主任见到宋校长 腰杆瞬间硬了 宋校长 你可算来了 这个臭婊子简直目无王法 为了点小事 殴打学生家长 啪 宋校长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臭婊子 你才是婊子 你全家都是婊子 班主任脑袋瓜子嗡嗡的 宋校长 你为什么打我 宋校长骂道 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这位就是投资建设咱们学校的林老板 什么 投资学校的林老板 就是那个投资了一个亿建设雨花小学的天使投资人 林老板 那可是百亿身家啊 不不不 绕了我 绕了我吧 班主任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样的存在 宋校长宣判他的死刑 你被开除了 宋校长跟孙子一样来到林雪嫣面前说好话 实在抱歉 出了这样的事情 您应该早告诉我啊 最后宋校长说要开除王源 并且将事情报到教育局 在王源档案上记一次大过 并且配合司法机关起诉刘雨宁 刘雨宁刚开始发疯 坚决不相信林雪嫣身家百亿 是学校的天使投资人 后面吓得瑟瑟发抖 一句话也不说 王源那小子也粘了 跟个乌龟一样 连个屁都不敢放 最后还是江城过来 灰头土脸的处理完这件事情 他们总共要赔偿张可可几十万的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这几十万对于林雪嫣来说算不上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劫难 之前他们公关花了几十万 打官司又花了几十万 林雪嫣的存款早就没了 江浩芬B没有 还欠钱 没办法 林雪嫣的法务部太厉害了 只能让刘雨宁抵押掉房子 事后 刘雨宁给王峰打电话说 王峰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王峰满不在乎 他知道刘雨宁不会善罢甘休 反正有林雪嫣在 刘雨宁和江浩还能翻出花来 之后的日子 王峰每天都在医院照顾张可可 张可可醒来之后 得知王峰是他的亲生父亲后 开心坏了 每天都黏着王峰 之前手术给了王峰启发 他觉得中医或许能治好张可可脸上的伤口 他专门回了一趟老家 找到那位老中医 询问了他区疤有关的残破房子和知识 之后 王峰回到城里 买了一大堆中药材 研制区疤的方子 每天晚上钻研配药 林雪嫣开玩笑说 你现在被药阴入了喂 经过反复测试 王峰终于研制好了区疤膏 张可可抹了区疤膏 半个月后 脸上身上的伤疤伤口 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张可可脸上彻底干干净净的那天 抱着王峰的脸一阵轻 爸爸真厉害 林雪嫣也露出了看英雄的表情 王峰 你真的成功了 晚上 林雪嫣奖励完王峰 躺在床上 忽然灵光一闪 如果我们把这款药膏投入量产 那岂不是会大赚一笔 王峰刚刚差点没爽死 他将脸埋在林雪嫣胸口 手搂着他纤细的腰枝 傻笑道 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 老婆那么有本事 一定可以让这款屈八糕造福天下 第二天 林雪嫣说干就干 确立了屈八糕的生产销售项目 他自己为了造势 也开始在互联网上拍摄视频 由于有团队策划 加上自身能力优秀 个人魅力强大 很快粉丝百万 成为荧幕上活跃的明星企业家 王峰依旧做着老老实实保安 在暗中扮演林雪嫣老公 和张可可爸爸的角色 从不会插手林雪嫣的工作 他只想在母女身边默默守护 有人偏偏来捣乱 三个月 林雪嫣一时间成为全网骂骂的对象 而黑他的正是以刘雨宁为首的皇冠娱乐 刘雨宁在视频里称 林雪嫣在张氏集团邵东家生前找情人 他的女儿是他和情妇生的 那个情妇正是他曾经的老公王峰 他发了各种提前准备好的证据 有我们一家人在游乐园的照片 有王峰送张可可上学的视频 甚至有我和林雪嫣开大床的开放记录 林雪嫣先是视频里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 说王峰是个负心汉 渣男 出轨 抛弃弃子 后面又说自己被林雪嫣威胁 迫不得已 才决定反抗 并且表示要跟林雪嫣抗争到底 立下一个可怜妻子被抛弃后带孩子讨生活 被恶毒女资本家打压后涌起反抗的的人设 皇冠传媒全力支持 旗下所有艺人全部转发了刘雨宁的视频 为刘雨宁鸣鸣不平 事情闹得非常大 热度直接冲顶某英榜一 林雪嫣名声扫地 身败名裂 一夜之间掉粉近百万 评论区充斥潘金莲 婊子等各种字眼 张氏集团股票大跌 一夜之间市值蒸发了几十亿 而刘雨宁凭借此机会 凭借可怜的经历 过人的勇气的人设 一夜之间涨粉百万 家喻户晓 瞬间成为全娱乐圈最有热度和争论的一个明星 各种脱口秀 演讲 情感节目找上门 仅仅三天不到 档期拍到了明年 她一个十八线小明星 直接跻身于二线明星 四一线明星行列 刘雨宁完全可以通过张氏集团的公关 压一些热度 然而刘雨宁的做法却让人大为震惊 直接让集团发布声明 刘雨宁所发布的内容有大量不实信息 公司已经向他们提交律师函 这则声明让网友们都开了眼 有大量不实信息 不就代表有些话是真的吗 这和自己承认有什么区别 这么大的事情 不出来解释 发一封律师函就想糊弄网友 评论区大家都在嘲笑刘雨宁愚蠢 各大短视频平台 有人拿律师函这件事情玩梗 皇冠娱乐 刘雨宁已经成为公司的头号艺人 办公室也换成了最好的 她看着网上的评论 哈哈大笑 林雪燕这个臭婊子 真是愚蠢不堪 江浩分析道 其实并非林雪燕愚蠢 是张氏集团那的老爷子不肯保她 刘雨宁哈哈笑道 张氏集团的真实掌控人 是张家老爷子 那臭婊子给张老爷子 他儿子戴绿帽 孙女还是自己的 能保他才怪啊 最好张老爷子弄死她 哈哈 让王丰那个臭狗嚣张 他现在肯定难受死了 刘雨宁只关心林雪燕 王丰下场如何 而他考虑是未来的局势 和事情的最终走向 这次他们之所以能这么顺利 就将事情闹得这么大 是因为张氏集团的对手 在暗中推波助澜 否则凭借张氏集团的体量 和强大的公关部 根本不可能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江浩认真思考 心越来越乱 为什么都过了这么久 张氏集团只做这一个公关 而且还是如此没有说服力 纯粹是给自己找黑的公关呢 雨宁 我眼皮跳得有点厉害 赶紧有点不对劲 要不咱们现在收拾东西 出国吧 刘雨宁一脸震惊 出国 出什么国 哪有什么不对劲的 我今天还有好几个视频没发呢 你让我出国 江浩摇头说 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国 以后再也不回来 刘雨宁冷声道 你如果害怕的话 你自己跑就是了 不要拉上我 刘氏集团的尾款还没打呢 足足八千万啊 再说了 我辛辛苦苦在片场跑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火了 你现在让我放弃 现在拥有的流量和热度 愚蠢 江浩轻蔑地看了刘雨宁一眼 算了 我先出去躲躲 事情不对 江浩担心的没错 一天后 林雪嫣开始反击 林雪嫣发布声明 称自己婚内出轨一事属实 不过仅有一次 再也没有去找过王丰 张可可确实是她和王丰的亲生女儿 这件事情 她的公婆早就知道 老公生前只知道 张家老爷子发布视频 说她早就知道张可可不是她亲生孙女 她儿子器官发育不全 无法生育 当初林雪嫣主动承认了怀孕之事 她丝毫后决定为了给张家留后 没有让儿媳妇打胎 王丰在手机里面看到张家老爷子的视频后惊呆了 这不就是当初自己在医院碰到的那个要让自己做她干儿子的闭扭吗 王丰恍然大悟 怪不得我连你爸的面都没让我见 你就她同意我娶你 原来我们是老熟人啊 林雪嫣笑着对王丰说 好了 我们都发了视频了 现在就差你的了 王丰发布视频 称刘雨宁给她戴绿帽 儿子也不是自己的 并且拿出铁样的证据 真实地讲述了自己八年前和林雪嫣的相遇 以及八年后和林雪嫣的相遇 相知 相爱 视频长达十分钟 真情实感 这则视频直接引爆了林雪嫣和张家老爷子的视频 因为流量大 有人将整件事情复盘 还大家一个真相 原来是这样 真实感人的故事啊 张家老爷子宽宏大量 能嫁到这样的家里真是好福气啊 我最喜欢可可了 好 果然有反转 这个瓜太好吃了 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反转了 头一回见到甜狗 能有王峰这么好的下场 最后抱的美人归那段 给我听哭了 刘雨宁 纯纯的小丑啊 真是个臭婊子 建议封杀 有没有那个男助理的照片 我要献下真实他 气死我了 皇冠娱乐 这家散播虚假信息 炒作无下线的传媒公司 真下头 我不关心别的 我就想知道 曲八高真的有那么厉害 我脸上也有个伤口 此次事件直接上了各大网上平台的热搜榜第一 刘雨宁成为人人喊打的臭婊子 之前的涨得粉 现在全部掉回去 成为劣迹一人 一夜之间负债千万 欠下巨额赔偿金 之前刘氏集团给他打的那两千万一半被江浩卷走 剩下的一半全部垫了进去 他身无分文 一身负债 只能将孩子托付给娘家 自己跺进深山 他哭着给江浩发微信语音 江浩 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现在需要你 我现在欠了好多好多钱 刘氏集团还要把之前给的那两千万要回去 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在了 都怪我 是我没有听你的话 皇冠娱乐因为各种炒作 在获得流量后接了大量的商务合作 如今公司旗下所有的主播演员 全部变成劣迹一人 人人喊打 一夜之间 公司名声扫地 有几个高层连夜出国跑路 几天后 因为承受不住舆论压力 直接宣布破产 而林雪嫣却抓住这部流量 发布区八高产品 一个星期后 网上销售超过500万单 一种医药企业代表围在张氏集团门口 想要区八高的代理权 林雪嫣愿意把代理权分出来 让大家一起赚钱 因为区八高是一款造福人类的产品 她只提了一个条件 集体抵制流氏集团 之前流氏集团为了竞争 手段卑劣 多次要害自己的孩子 她现在得失 自然要趁此机会将流氏集团碾死 众人为了赚钱 自然同事 有人和流氏集团解除合作 有人断了流氏集团的火 有人停了流氏集团的贷款 短短半年时间 流氏集团负债百亿 最后因为账本造价和偷税漏税问题 破产清算 令人唏嘘 而刘雨宁也因为流氏集团的破产 有了喘息的机会 从深山里逃了出来 她身无分文 负债累累 劣迹斑斑 没有地方要他 为了生存 她从事她曾经最看不上的工作 卖身 江浩也没什么好下场 她逃到了绵北 只会吃软饭的她因为勾引大佬的女人 断了一条腿 丢了一个腰子 刘雨宁得知消息后 义无反顾地去绵北照顾她 江浩并不爱刘雨宁 伤好之后 每天酗酒赌博 靠刘雨宁卖身为生 因为欠下赌债 将刘雨宁卖到当地的红灯区 刘雨宁受尽折磨 三十岁不到 看上去像六十岁的老女人 一个月也接不到几个客人 一次醉酒后 她给王峰打电话 王峰 我后悔了 江浩根本就不爱我 你能原谅我吗 王峰告诉她 自己现在住的是上亿的别墅 开的是上千万的豪车 睡的是身家亿万的老婆 怎么会跟回过头来 选你这个破烂货呢 那边的刘雨宁 情绪激动崩溃了 拼命说着 她错了 她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要王峰救她 王峰安慰了她两句 听到那边传来的叫骂声 殴打声 求饶声后 挂断电话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啊 王峰看了一下家里上千万的挂钟 到点了 该去给老婆大人和我的小公主做饭了 早在一年前 王峰辞去了保安的工作 不再保护一方平安 独守灵血烟张可可二人 平安喜乐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